我们从第十条开始讲 up 10 there you go 第十点,what was number 10? for zero dollars 零美元的问题,第十点是什么? 是的,叫承担个人责任 我会整段读出来,有点枯燥 这一句的意思就是你会去拿走人家的痛苦 然后你给予他们幸福 所以是拿走然后给予 之后讲的部分是 然后你需要停顿下来,问自己 这有效吗? 我试着去拿走其他人的痛苦 然后我试着给人家幸福 也就是慈和悲,这两个 慈心和悲心我都试着做了 我试着拿走他们的问题 就是第八点跟第九点 然后第十点是 这个有没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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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呼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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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在浪费时间吗? ZANG GI NGUN NA KODYI CHEWA FLAGSAM 然后你现在需要去决定 这是对于你 以医生来说都很美的一种练习 叫FLAGSAM 这么读 FLAGSAM FLAGSAM means 反正你医生里所做的每一件事 对于每一件事来说 FLAGSAM都是有用的 FLAGSAM的意思就是 哪怕是没有人帮助我 我也不管 我需要去做 类似就像我们下课之后 我要经理好这里这个地方 哪怕是其他人都走光了 FLAGSAM的意思就是 我不管 我会照顾好一切 这是一种很美的意识状态 如果你能用这些练习 来达到FLAGSAM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决定 就是说我要照顾好所有其他人的幸福 哪怕是没有人帮助我 我认为在我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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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点做过头了 我认为没有人帮助我了 我也要试着这样去做 and I think that's not helpful Pakka means If you help me You're welcome I love you Let's do it 如果你们想要来帮我 我是欢迎的 我爱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时间 你们不想做了 没关系 我也要做 but I think there's a kind of negative 但是这样说的话 是不是有点 负面的想法呢 就是好像说 反正你们都不帮我了 就我来吧 I think Pakka means 所以不是这样的 Pakka mea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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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ll help you I'll help me I'll have children I'll have children I'll hel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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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You can't help me Listen, I'm going to do this thing Really 如果你们真的不帮我 我也是需要做的 And I I encourage The old man Abuela Seven years 这个爷爷 70岁的爷爷 跟你们说 这是一种很美的技巧 去决定 即使是你们不帮助我 我也需要去做 所以我鼓励你们 去发展这种心 要生起这种 哪怕是没有人帮助我 我也要做这些好事的心 这就叫Hux 然后刚刚就是第十题 顺便一题 为什么刚才第十题这么长呢 拜托 这个是你要观看 够照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发现 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Oh, I take one of your trouble 我要拿走你的烦恼 我要给你幸福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这样 所以这样做是不够的 这样做这种调息法是不够的 你是需要去下功夫的 你对着其他人做这种呼吸法是好的 但是不够 这只是一种提升你动机的部分 然后你需要去下功夫 这个就是第十点 这些听起来都好像很困难 但是其实都很好玩 对不起 你们一旦进来听这些课都成为了菩萨了 菩萨是一生都为其他人而努力的 如果你们不想成为菩萨的话 你们不应该来这里 现在你们已经进来了 所以一定要成为菩萨了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工作太多了 什么是菩萨 这是第十一点 第十一点就是好的 我去做 不只是为了我的家庭 不只是为了我的孩子 我为我的国家 我为我的世界承担个人责任 顺便一说 何不也帮其他世界来承担个人责任 我来承担个人责任 这个就是第十一点 我要亲自去确保每一个人都得到幸福 我们讲很多直见空心的内容 在DCIG我们叫它为触碰金刚世界 我能告诉你们 这台手机来自于我意识里的种子 这不是在那个特色汉公司 在上海的工厂去制造的 而是从我们意识里的种子而创造的 是我们自己创造这个东西 我们让这个事情发生 这种对于缘起因果的理解 什么是缘呢 就是佛学的一半 就是基本上是说 一切都来自于你 不是从工厂创造的 你的意识种子 也是创造了它里面的电子 是你制造这个东西的 这个的相反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一切都来自于你 甚至是时间 也是从你的种子创造的 当你中学的时候 跟你女朋友亲密的时候 就好像我52年前 我跟Veronica所做的 你们有去过那些开车去看的电影吗 我就借了我妈妈的那台车 因为她的车里面空间很大 顺便说 我们只是亲吻而已好吗 突然间有人会抄打你的车 然后他说 打开枪 然后他说 有一个保安 他说 你们需要回家了 为什么我们刚刚开始看电影啊 他说 那个电影两个小时前已经结束了 你们根本都没有在看电影 然后我们到处看一下 整个地方都空了 没有人 这个意思就是 当你们很享受时光的时候 时间过得很快 最近陈唐也跟我一起 我牙齿做了手术 那个人 其实这个人 他其实坐在我的肩子 他就像 那个人 其实真的坐在我的胸肠上 去帮我 把我的牙齿 我就 这个样子 然后我想 他肯定是已经过了三小时 原来只是半小时 所以 时间来说 也是来自于你的种子 时间可以过得更快 或者过得更慢 基本上 空间也是来自于你的种子 所以 时间 空间 是一种感知 是主观的 不是客观的 所以 一个小时里没有60分钟 一个小时里没有60分钟 我问过我的老板 他来自于伊斯利 我问他一个公斤里有多少斤 他说只有美国人会问这种问题 公斤就是千克就是一千个克 所以就是一个千克里面当然是一千克了 但是这个不是真的 一个千克里面没有一千克 而是 这个是爱恩斯坦说的 他说的这个很美很美 爱恩斯坦跟龙树他们的理念是很贴近的 爱恩斯坦说 时间跟空间会根据你的感知而改变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星球叫水星 很靠近太阳 它围着太阳转得很快 水星就是一种 以前在希拉的一个神话里叫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它转得很快 然后爱恩斯坦说 水星因为太接近太阳了 从水星出来的太阳 就是当太阳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地球在这边后面 然后水星围着太阳转 当它第一次从太阳后面出来 然后看到地球的时候 这一道光是一种物质 是一种物质 这个光是物质 当一个小小的物质 遇到很大的物质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会掉落 因为地球比我的手机更大 所以当我放手的时候 是手机向下掉 而不是地球掉过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当水星从太阳后面出来的时候 从它从水星而来 对着地球而来的光 这个光有一点重量 然后太阳的引力 所以会将那个光拉向它的方向 所以这个光就会 绕过那个太阳一点点才来到我们这边 所以它的时间会长了 所以当你在显微镜 望远镜看水星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昨天的水星 我们不是看到今天的水星 当你看进望远镜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就是昨天在那里的东西 因为光是弯曲了 然后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来到我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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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看到从格西老师 这个很特别的发型而来的光 所以也花了一点时间 你永远看到的格西老师 都是一秒钟之前的格西老师 所以在那个开始去看的电影场里 就是跟你女朋友亲密的时候 或者在那个攀牙齿的时候 在床上 当你看着水星的时候 这一切的时间都是有灵活性的 都是来自你 小西老师 你应该是教我们石与寿晚 为什么要教这个 当你触碰金刚世界的时候 当你织间空性时 在二十四个小时 或者 你看到织间空性 大概二十四个小时的时候 你这个时你可改变时间 这个时可以改变空间 然后在这一天 你会亲自碰到 整个世界的每一个生命 一个跟一个面对面的碰到它们 有多少人 是无数的没有一个数量 每一个之后总会还有一个 就好像工作一样 每一个工作之后总是有多一个 当你试着去接触宇宙里每一个生命的时候 一定会在一个后面再来一个 是没有结束的 这个就是无限 但是如果时间来自于你 你是能够在20分钟里 预见宇宙里每一个生命 就是在你直接触碰空心的那一天 你就得到了这种改变时间的能力 然后你能亲自面对面遇到每一个生命 就好像这样 嗨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第35号 火星人 你好啊 你怎么样 我有时候觉得生活很苦 你知道吗 那个火星第55号这个人 我跟你说 我会亲自照顾你 你不用担心任何东西 Trak San Trak San 这个就是第十点 我会承担这个责任 我现在在火星有一个很难的生活 啊 没关系 你遇到了对的人了 或者对的女人 我亲自照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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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吗 我们好吗 很好 很好 好 很好 好的 下次见 然后下一位就出现了 一亿万万这样的 在星球上的不同生命 这就是真正的菩萨 这就是一个直接的感知 不是一种愿望 也不是一种意图 也不是一种祈祷 你是真的亲自 遇到了 直接遇到了宇宙灵每一个生命 然后每一个都有 稍微聊天了 你好 你好吗 啊 我的生活很痛苦 没关系 我在 我有洛杉 我习惯了 我来照顾好你 你会回到你的星球 然后放松 我会照顾好一些 谢谢 你就是对着一亿万万这种生命 在二十分钟里 每一个你都这样去跟他讲一次 这就是第十一点 我们称他们为真正菩萨 所以要成为这种超级菩萨 你需要时间空性 因为 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 时间的话 你没有方法去遇到和安慰每一个生命 好吗? 所以你要直接空性 你要触碰进世界 这就是空性跟悲心如何相遇的地方 除非你能去自己操控时间 要不的话 你不能照顾每一个生命 在我们墨西哥的群组里 是全世界里 比任何其他群组有更多父母的 这个意思就是 在我们这个房间里 每一个人比任何其他 其他的人都更忙 如果你是一个母亲 或者一个需要工作的父亲的话 如果你一天有三十个小时 或者四十个小时 不是很好吗? 当你真的明白空性的时候 你就能做到 人家问我 您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我们有二十万个学生 学习老师 您是如何有时间的呢? 意思是我就说 就是你要操控这些种子 你可以创造更多的时间 好吗? 这是为什么 学习空性是这么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菩萨的话 因为空性的意思 就是你能控制时间 就是对于菩萨来说 很必要的一种技巧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看完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五年的空性 所以你们就可以去操控时间和空间 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菩萨 如果你想要成为终极厉害 那些超级的妈妈爸爸 你就是要同一个时间 可以身处在两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学完这些菩萨的东西之后 我们要学习空性 好 Tim 我可以开始上课了 这十一个是一个复习 我会开始给你们看一些念图 这个念图就是概念的图片 在我们格西的课程里 我们是学了25年 那些学习的内容非常困难 每一天有三四个小时 我们要去汴京 这好像这样 我们要从我们的记忆里 去做这种边境 你不能带着课本去边境场 我第一次带了我的书 去边境场 天哪 他们差不多要丢我出去 在边境场不能带书本 你们如何能继续所有这些东西呢 我们是作弊的 我们是靠图片 我们用念图 所以我要教你们这种系统 我们会开始看一些图片 我们这一周的课会有50张图 如果你们记得那些图片所说的是什么内容 你就不用背下来 所以我要开始给你们看图片 每一张图片有一个意思 你们只需要记得那个意思 从明天开始 我会问你们这一张图所指代的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能回答解释的话 也许你们能得到一百美金 如果不能的话 也许你要给我一百美金 这样好不好 我说笑而已 但是我们要学习如何用图片来让我们记住课程内容 好吧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准备好了吗 我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 去日本的航班是12个小时 我通常都会看一部电影 我会工作八个小时 然后开始觉得很奇怪 感觉很奇怪了 我就会看一部电影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悲伤的电影 这个是一个纪录片 是关于这个人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摩托骑手 他们一直在跟着他 去拍下他的生活 在电影里 他出了一个意外 然后弄破了他的脊骨 所以今天 他是全世界里面 最著名的一个摩托车棋手 每一个女孩子都想跟他认识 他是在晚上 他其实是连大号也去不了 他是在自己的床上去打号的 就是他送下来的一辈子都是这样 因为他的脊椎不能重新修复了 他们在电影里跟他有很多讨论 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极天大师的一个故事 这一句指的是极天大师 在《入菩萨行人》的书里 这本书 有50%是教你如何成为好人 然后50%是教你如何有同理心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 你就需要去改变时间 你需要在24小时里 可以完成48小时工作 所以你需要理解 如果你要成为菩萨 你需要理解空性 对不起刚才讲错了 有一半 这本书的一半是关于空性 然后在这本书里他讲 这就是他给出的建议 当你因为骑车而断了你的脊椎的时候 请试着去 为你 为所有刚刚发生的一切好事而感恩 当你在人生里遇到很可怕的悲剧的时候 要试着理解一件事 这件事就会 粉碎你的骄傲 因为没有女孩子在追求她了 因为如果要追求她 主要的这个关系 这个男女关系都是要去帮她擦屁股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没有女孩子追求她 然后他这个人 他的衣食是很清醒的 但是他有很多个月 是遭遇很巨大的痛苦和失望 他很不开心 然后现在他成为了一个真的很美 很美的一个人 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 这个痛苦改变了他的人生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 如果你想要成为菩萨 如果你足够幸运 你会弄断你的脊椎 这个时候 你就真的能对其他人 升起悲心 如果他一生都是很出名 然后赚很多钱 他永远都不会升起他的悲心 所以这本书到目前为止 整个要说的是 第一 当那个悲剧不可怕的遭遇发生在你的人生里的时候 你应该要开心 因为这些事情要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你需要去祈祷希望有不好的遭遇发生在你身上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菩萨的话 这就是第一部分 KOR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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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IN JE SKYES 当你断了你自己的脊椎的时候 你就突然间开始理解 所有其他脊椎问题的人 几周前 我从日本回国 我逃避了 我在那个海关 我甩了一脚 然后我就弄断了我脚里一个骨头 然后我就跟CG说 我不能走路 然后我们就想 我们要找一把轮椅吗 所以我就想 天哪 我不想好像那种老爷爷一样 所以我试着 花了半个小时去走路 但是我其中一个 一只脚里面有一个骨头是断的 但是你知道什么呢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找一把轮椅 然后就可能 有人会推着轮椅 带我到处走 但是我要问的是 全世界有什么地方是人家真的会当我是上师这样去看待 就是美国航空 你知道他们有不同层次的那种会员制吗 有一个等级是秘密的 美国航空的那个 主席会打给你说 你就是那个特别等级的成员 叫全球等级 他打给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成为了那个全球等级的成员 我就是我那个机场有人带着一个招牌 举着一个名牌 写着我的名字罗奇先生 然后我问他 我就是罗奇先生有问题吗 他就说 我是你的专车专员 就是开车专员 但是我说 但是我不是在那个三法师停留啊 我还会继续走 他说 哦 我知道 但是我是那个 这个专车是要带你去转机的 去带你 带你去到另外一个机场 然后我问 这里跟另外一个机场距离有多远 他说 就在那边 我就问 你打算用这一个 跑车去塞我过去旁边的那个机场 航班楼吗 他说 是的 你就跟着我下楼 然后我们进这台车 我就开车送你过去 我就说 你知道怎么 我还是走路好了 因为顺路也有一间星巴克 因为顺路也有一间星巴克 你就是全球等级的成员 意思就是 他说恭喜你 你就是全球等级的成员 我开始以后好像要顶你了 我就说 不用了 谢谢 我说笑而已 但是如果坐轮椅 享受这种全球服务 还是可以的 然后反正我感觉我好像那种在基层的老人 然后他们就说不要起来就坐着 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坐着 这个就是这里所指的骄傲的概念 所以当你有糟糕的事情发生 或者当你被辞退了 工作被辞退了 你有失败的事情发生 然后突然间你的傲慢就会被放下 所以这些悲剧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当你遇到不好的事的时候 直接去想 现在我不能再为这些全球服务这种好的东西而感到傲慢 英文 我们说 你就变成一个更真诚的人 你就开始可以同情其他坐轮椅的人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有多少人坐轮椅 现在我感觉就好像到处都有 不然间你就会注意到所有坐轮椅的人 所以这对你的心是好的 如果有一些算好的坏遭遇 对你来说是好的 所以下次如果你家里遇到什么不好的遭遇 或者你的工作 你就要说 现在我是更好的菩萨了 现在我真的能理解我身边的人 所以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感觉到很幸运 然后他说 意思是当你遇到这种不好的遭遇的时候 你就会更小心不要伤害其他生命 因为可能下一次同样的事情 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为什么你会弄伤自己的脚呢 肯定是你伤害过其他人 所以当你真的要做轮椅之后 这就会让你变得更小心 不要做坏事 如果你遇到更多的麻烦的话 更多的问题 你的背心会变得越来越好 你就不用特别去钻石山做精修营 也能得到这些好处 所以一个方法是 你就弄断自己脚的一个骨头把 可以省很多时间 然后可以省很多要遇到奇奇怪怪的动物的机会 因为有人告诉我 在那个钻石山外面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动物 我们之前有一次 大概二十四年前 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三十三 我们每一个人呆在一个帐篷里 然后这美尊者在他的帐篷里 那一天晚上挺冷的 我们叫他大爷的骨头 有一个地方叫爷爷的房间 外面有一条蛇 四米长 他的身体这么粗 Elly就是这美尊者 他在他的帐篷里睡着了 然后他那个条蛇就进去靠在他旁边 然后他就啊 所以当有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要说太好了 这能增长我对于其他遇到蛇的人的那些悲心 这是一种看待你人生里问题的一个新的方法 你不去避免它们 你去拥抱它们 这个英文我们叫做 塑造你的人格的练习 所以遇到这些很巨大有毒的蛇 它靠近你的时候 这时候是可以塑造你的人格的一种练习 他以前这条蛇会跟我一起 就是他喜欢来看着我做瑜伽 我一直在做瑜伽 他就这样看着 然后那个石头伸出来 然后有一天 他在外面 我们看到他嘴巴里有一只兔子 他们吃兔子的方法是 他们先用牙去咬那个兔子 他就是先用前牙 然后他们因为没有牙齿去咬 他就是先给他毒 然后他就从那个兔子的腿开始去一点一点的吸进去 然后有一次 我就是跟一个很勇敢的女士一起闭关 他的名字叫什么 哦,对,Petra 她看到这一条蛇在吞那只兔子 然后她从她的闭关房跳出去 然后就将那个兔子拉出来 然后将那个兔子带回去她自己的房间里 那这只兔子的腿已经被那个蛇吃掉了 然后那个兔子去照顾好这个 这个女士照顾好这个兔子 然后跟她相处 跟她住 然后这个兔子只有三只腿 但是最后没事了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你断了你的脊椎 也许这是能发送在你身上最好的一件事 当你到达了七十或者八十岁这个黄金年纪的时候 你对于这些不好的遭遇的意见会改变 你会说 这是能发送在我身上最好的一件事 所以当不好的事情发送的时候 先不要惊讶 菩萨是利用一切来作为他们的机会 所有的意外 所有的悲剧 都是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教授 所以要放松 去看清楚整个情况 你的人生就会变得很苦 好 然后第二张图 这个就是信用卡问题 也许你遇到过这种问题 顺便说 明天我会给你们小车 关于那个摩托车的骑手 这个人有什么事 对于他 我们想记得的就是 有时候不好的遭遇 可以是发送在你身上最好的事 当你对于空性有误解的时候 当你有空性的理解的时候 你就不能说那个意外是百分之百的不好的 这个可以是他的人生里最好的一件事 因为他发现他自己的一生里 最重要的意义在那里 我很开心的说 他现在这个很美的女朋友 就是他美好的女朋友 一直在在他身边 照顾好他 他现在还在一起 这个真的很美 他的其他朋友都消失了 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下一句说 好像你和我的这些人 我们以为如果有好事发送在我们身上 然后不好的遭遇不发送在我们身上 我们以为这会更好 但是这句是说 他说不是这样的 然后他引用了一个诗句 这是一个诗句 这本书的老师 他是我的老师的老师 也许是全中国西部最好的老师 他引用了这个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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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 你处处在哪里 但是很幸运我们有JB老师 我们有1200万页 在我们的书记库里 所以我可以在话大概三秒钟 就可以查找这一句话的处处 我用了两秒钟就可以查看1200万页 这里就是最具的意思 你应该为事情很顺利的时候感觉不开心 你应该为了如果事情搞砸了的时候而感到开心 因为当事情很顺利的时候 你是在消耗你的好的业力 所以不要希望你的一切都很顺利 因为会消耗你的好的业力 但是当你在机场弄断你的脚的时候 你应该感到很开心 因为你烧掉你坏的业力 所以当事情很顺利的时候 你应该要感到很不开心 如果当事情搞砸的时候 你应该觉得很开心 Gisla, what's happening with your foot? Gisla, what's happening with your foot? 你的脚最后怎么样? 我烧掉了我的坏的业力了 明白了吗?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午餐的安排是怎么样? 你刚刚的午餐吃得怎么样? 很好吃 但是我消耗了很多好的业力 所以对于这张信用卡 意思是 这个女士去了瓜达拉哈拉的金修营 她是不愿意 因为她所有的货币卡都被败掉 她是不愿意 因为她没有机会去烧掉她的坏种子 所以她现在需要做金融卡的坏种子 我希望28%的利息利率会越来越高 让我可以烧掉更多的花叶力 这就是菩萨会做的祈祷 我希望今天这个电力中断十二次 我希望今天这个电力中断十二次 这里的电力 我希望它中断十二次 我希望它中断十二次 然后我就可以烧掉这么多坏种子了 然后我就可以烧掉这么多坏种子了 顺便说 有一些学法的人是这样讲话的 Josei,我太开心了,我的车坏了 你跟我会觉得这些人有点奇怪的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做过度 不是说你每一次都遇到坏的遭遇的时候 要超级兴奋 我讲的只是梳理的一面的概念 但是有些人 他们就很聪明 就是他们太聪明了 他们就是离开这个房间 如果他们的车坏掉 他们就超级开心 他们不是疯的 只是那些正常的人是疯的 好不好 那些 嘿嘿,因为我的车坏了 我太开心了 这些人 其实他们意识上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要试着好像这样去想 当你遇到人生里一些很不好的遭遇的时候 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思维 你要思维 你是在烧掉一个很坏的业力 所以这是没问题的 我是能忍受的 我很开心 如果你跟爷爷一样活到这个年纪 我跟你讲一件事 就是当你烧掉一个坏的业力的时候 当你在人生里遇到悲剧的时候 很常见的就是 你下一周或者明年就会超级的幸福 也许你没有了一段关系 有一段关系分离了 或者你失去了一份工作 然后可怜你的生活就是不可思议的甜美 你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关系 你也可能找到更好的一份工作 你已经烧掉那个坏业力了 所以当一个真的很非常坏 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就要这样想 他让我想 这后来怎么呢 现在我烧掉一大堆很坏的种子 所以就要感到很开心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更多的话 我在我们的书记库找到这一个诗歌 是来自于大概200年前的 是来自于一本书名是《莲花花园》里的舞蹈 是由另外一个传承的大师所做的 这个传承叫大圆满 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传承 他们大圆满这个传承 他们有很多很美的诗歌 但是他们不理解空性 我不是要批评他们 但是他们真的不理解空性 但是这一首歌诗是很美的 所以是好的 所以是没问题 但是你能在ACI得到正确的 这会让你的余生都非常幸福 非常成功 你能唱摇滚乐 然后有6000个人鼓掌 好吗? 这就是空性的力量 你能唱很糟糕 唱得很烂 但是所有人都很鼓励打气 这就是真的空性 好 互相审 那